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雨昕 通關就遙遙無期 不過大家現在在香港,都有機會可以欣賞故宮的國寶級真品 繼去年開始啟用開放的M家博物館 位於西九文化區的新博物館 籌備了超過7年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即將會在下個月2號開幕 最近,這個港版故宮公開了票價資訊 但門票費用竟然貴過正版北京的故宮 這個港版故宮的門票價格 成人門票是50元 但只能參觀部分展覽 如果要參觀全館的特別展覽門票 就要收費120元 嘩,要知道北京的正版故宮 旺季時,全館的參觀門票只需要80元人民幣 淡季只需要60元 而台北的故宮博物館 就按身份收費 居民票價是150元新台幣 除了40元港幣 外籍遊客的門票貴一倍 都只需要350元新台幣 即是大概90元港幣 很多人都爭論 台北甚至乎北京正版故宮 門票都不用100元 為何香港這個就要120元呢? 到底這個港版故宮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就幫大家做過資料搜集 原來香港故宮是自負盈規的 而當中絕大部分的展品都是由北京故宮借出 一次過借了北京故宮900多件展品 都是北京故宮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藏品出境外借 這麼多來自正版故宮的展品 這麼多國寶級文物 他們的保險、運輸要求都非常之高規 而且全球沒有一間保險公司能夠獨力承擔 需要由多間公司一起成保 保險費非常高昂 正是保安費已經佔了香港故宮大部分的開支 其實這個香港版的故宮門票收費 依然是非常之有競爭力的 羅浮宮門票收費都要140元港幣 再看他接下來7月份的開幕展覽 展出的900多件文物當中 有166件都屬於國寶級 更加有短期特別展覽 慈請天下馬文化藝術 會展出13件來自法國羅浮宮的世界藝術藏品 120元可以看到這麼高規格的展品 大家覺得又值不值得呢? 順帶一提 其實兩岸加上的故宮博物館現在有4個 除了北京和台北之外 瀋陽和台南都有故宮博物館 現在加上香港就有5個了 在去不到旅行的情況下 大家又覺得香港故宮博物館值不值得去看看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得like、subscribe、share 支持我們論盡香港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吧! 還有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like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打開全部 在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 國家、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而是某些科學院旅行 這邊請到 我們下支影片